5月31日,匈牙利驻华大使白斯蒂访问清华大学。 活动前,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谢维和会见了白斯蒂大使一星。 双方就在教育、科研和创新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进行了交流。 会见后,白斯蒂出席了《水木之窗对话大使》系列活动第七奖。 在演讲中,白斯蒂表示,匈牙利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国家,注重教育与文化。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,为匈牙利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。 匈牙利希望双方在各个领域全面推进双边关系的发展。 此次活动吸引全校80余人参加,其中大多数是国际学生和学者。